大家好,我叫张伟,我来自北京 我的工作是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创始人 我在中国有一个互联网媒体名字叫新事项 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也不了解的读者们 每当我想起他们还是有几种感觉 第一是我觉得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类人 也只有是一类人 然后我才能更好地感觉他们的感想 并且写出让他们觉得能够心动的东西来 同时我觉得他们是拓展了我的生活的领域和范围 每当我想到有一群人在读我的东西 在依赖我和我的团队的创造的内容 在生活或者是享受的时候 我觉得这给自己一些责任感 也让自己觉得自己的生活工作更加有意思 首先它是我工作的对象 或者说我的事业的基础 所以他们当然非常重要 我不能说他们是最重要的人 但他们肯定是最重要的人之一 其次其实我觉得抛开工作不说 作为我个人来说 每天有很多人在等着你写东西 有很多人看了你的东西有用 并且给你反馈 这件事本是让你的生命变得非常有意义 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经验 甚至很难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满心焦虑 过一段时间就想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 但是找不到它 然后我好几次想退出这个项目 而且我不停在问自己 干嘛要参加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还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项目 但是确实到后面 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慢慢地会出现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这个年代 一定要让自己离线才会找到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 但是确实让自己离线的这48个小时里面 一些之前被忙碌的互联网工作和生活状态所挤掉的东西 慢慢地会回来 比如说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有放很多叶子 这件事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做了 像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 我可能意识到有些时候让自己稍微离线一下 然后重新找一找这种鲜活的生活的感觉 对自己的创作是更有好处的